身為一個資訊開發人員 我像在旁邊我很緊張 身為一個開發人員 我們最基本要具備的東西是什麼 鍵盤、電腦、螢幕、滑雪 還有人腦 我大概是大學三、四年級的時候開始寫程式 那時候敲著鍵盤看著螢幕上面的輸出 覺得好像很有成就感 我寫的第一個程式是九九成發表 可是有一個人呢 我覺得這個是人的機遇不太一樣 國小一年級 用畫的把鍵盤畫出來 用手指在那種畫出來的鍵盤上面 去模擬出來說 他的output 就是很複雜的演算法 在他腦中裡面去浮現出來 那個人生實在是太不公平了 看你的頭跟他的頭有點大感 真的喔 那個十六歲的時候各位在幹嘛 男生應該是忙著 打背嘛打動球嘛 然後女生的話可能就是認真讀書 不會好看 可是有人十六歲創業 創了一個台灣很知名的公司 叫資訊人 那一樣人生實在是太不公平了 好去年這個時間點 當全世界買不到口罩 不知道口罩去哪裡買的時候 台灣出了一個填裁 幾天的時間之內去做出了口罩地圖 讓它變成是一個開放資料 拜唐委員所示 我也去寫了一個整次去抓了一個口罩地圖 但是呢 如果沒有唐委員 我也是寫不出來 好 OK 那我希望 接下來我們把時間交給 那個IQ比我高一點點到180 那是身高 身高 身高 身高也比你高一點 史上最年輕的行政院的政務委員 還有那個最勇敢做自己的唐鳳委員 掌聲鼓勵